在多个场合均拿扑朔迷离的暧昧来增加话题的李承轩和七薇 唱的戏码是男方一再暗示表白女方则一再否认写亲 不过日前有网友爆料 称其今年4月于曼谷返金途中目睹了李承轩和七薇在曼谷机场首先手 并提供出多张貌似有手机拍摄的图片 该网友表示在办理成绩手续时 就看到一对身材鲜瘦的年轻男女于国行头等仓柜台换取登机牌 尽管女方大半夜架着墨镜并衣着荧光粉红 但五官平平气质路人毫无形象 所以并未引起网友的注意 直到该网友进关后 在免税店区域又与这对男女狭路相逢 才依稀辨演出眼前的这对明星李承轩和七薇 该网友表示二人几乎全程首先手 浓情蜜意异于言表 如果说两人不是情侣关系那还真是毁三观 而七薇直到日前仍在多个场合坚称自己是单身 否认于李承轩的恋情 今年五月中旬七薇在上海宣传新专辑时 遭媒体追问与李承轩的绯闻 七薇宣称两人只是好朋友绝非恋人关系 五月十八号七薇现身广州宣传时 再度斩钉截铁地向媒体表态自己还是单身 并继续一口否认与李承轩的恋情 而随着两人泰国机场牵手照片的公布 七薇与李承轩的恋人关系不言而喻 七薇瞬间沦为说谎金遭到网友声讨